每次覺得快要被現實生活壓垮的時候 千萬要記得要時時提醒自己莫忘初衷 哈囉大家好我是NICO 我原本是一名國小老師 那自從跟羊毛接觸之後呢 到現在大概已經有七八年的時間了 那目前我有經營WARS羊毛毡的工作室 也擁有羊毛毡首創館的十三十字證照 其實在大學的實習課程的時候 我就體認到自己並不是那麼適合擔任老師這個角色 不過畢業之後呢我還是有完成教程 而且去擔任老師擔任一段時間 但最後還是決定要離開 離開教職之後其實我經歷過一段還蠻迷惘 而且很徬徨的日子 不過這段時間我還是有一直很努力去做不同的嘗試 想要去找到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一直到接觸羊毛毡 體認到他無窮的魅力 就決定要開始完成羊毛毡的師資課程 也開始很認真地經營這塊領域 然後開啟了我的斜槓人生 就算現在回想起來 也會覺得當時的決定很值得 我覺得要跳脫舒適圈真的很需要勇氣 每次覺得快要被現實生活壓垮的時候 千萬要記得要實時提醒自己莫忘初衷 我覺得羊毛毡最有趣的地方 就在於它幾乎沒有所謂的失敗品 如果現在的你的作品不如你預期 其實你可以運用各種的方法 比如說像修剪或者是添加一些羊毛 讓這個作品慢慢的達到你想要的效果 旅行一直是我獲得靈感很重要的方式之一 那其實有很多國內外的羊毛毡藝術家 他們也都非常的厲害 參考他們的作品其實也都會獲益良多 那另外像參考一文相關的書籍或者是雜誌 對我來說也是幫助很大的 比如說像在花費比較長的交通時間 或者是在咖啡廳結束工作後的休閒時間 或者是睡前都是我會比較想要閱讀的時候 我比較喜歡實用性較高的雜誌內容 比如說像居家收納、旅遊或者是料理食譜等等 那最近有看到幾本覺得還不錯的是 時尚玩家超級選、小日子 還有日本女子屢手鐵等等 另外我也很喜歡像小說或繪本這樣很有畫面的書籍 也喜歡做很有故事性的創作 把看到的故事具象化 如果可以打開手機 想閱讀就閱讀 不用再額外增加重量 對我來說真的很棒 我覺得哈密書城的刊物分類很多元也很豐富 每次打開我都能夠找到想閱讀的東西 另外書城當中它也有有聲書的內容 如果讀類的話也可以用聽的方式 繼續吸收想要知道的知識 閱讀讓我的世界充滿想像力 再次打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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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打開我